请启动 平农县长潘孟安 多名先议员及农友 共同启动第八届农业大学招生活动 潘孟安表示 平农身为全国数一数二的农业大县 各项农余序产值高达700亿 全国名列前茅 贵能永续在地农业发展 县府非常重视在地农业的经营 及技术人才的培育 透过每年农业大学的开办 引领学员突破创新 并持续精进 县政府派与学员携手共创 平农农业价值 那做农业一向都是在面对的高风险 要看天吃饭 还要面对极端气候的挑战 所以农民也渐渐的减少 那要怎么样让农业永续 所以我们认为 应该进行一场新的农业运动 那新的农业运动 平农县政府就是搭平台 创立了这个农业大学 就是从基础的培养 把过去我们惯行的农法 转为精致的农业 然后来辅导他们很多的加工 能够加值 来做甚至在行销管道上 农业大学招生记者会 特别以座谈会的方式进行 邀请平农县养殖渔业发展协会总干事陈启鸿 玩果子农场攀上志 两位农业大学的毕业生与大家分享经验 并鼓励对农业有兴趣的民众来报名农业大学 农业大学其实是真的很好一个学习的一个舞台 来自四面八番 楼栗渔木区都有 那以水产来讲的话 其实还是鼓励大家来从事水产的养殖 因为为什么世界上统计 水产的鱼类蛋白的需求越来越多 所以说真的还是很大的一个利基点 鼓励大家赶快学习这样的一个养殖技巧 那同时也学好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所谓的品牌 行销 甚至新兴媒体的一个所谓的行销的一些 一些所谓的平台 在这边有优秀的师资 然后多元的课程 可以然后在这还有 他还有你结束后之后 还会创立一个历届学长姐 都会在里面的群组 大家在里面交流讨论学习这样 另外也有多位农业大学的毕业生 在记者会上展示农产加工及包装行销成果 让人看见农业有更多的变化及展望 在农业大学里面学习到 很多包括认识一些不一样的农作物的一些农友 然后我自己是种植甘蔗 然后凤梨还有白米还有红豆 那除了甘蔗是有机的 然后白米红豆还有凤梨都是走无赌的 为让农业各领域农民都有精进学习的机会 今年平农农业大学第一阶段课程延续办理农业基础班 平南分班 动物科学班及水产养殖科学班 四个班别课程共计180位名额 另外精英班课程则延续小班制分组教学 提供40个名额 即日起至7月5日受理网度 现场及邮寄纸本报名 课程全程免费 招收对象为年满18岁 涉及平农县民 有兴趣的民众不妨把握机会 精进农业相关职能 记者张如云 刘建荣采访报道